中夕,所以无意乎行开始 他没有看出几乎很少人要去讨论这个笨子 这样就会开始 我个人比较从这种角度来看 我认为无意乎行的原因 其实应该是五项 但是我这边只有四项 一个是神权衰尾,第二个是贸易 特殊贸易,才华心情 就好像天才一样 没有东西去烧,它不会出来 没有东西可以电脱,它不会出来 第三个是十字军公正 第四个是禁忍性 我发现,为什么我要提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西方的史学家 虽然正反而有点强 但是他们有一个倾向 他们有一种 或许是无论的偏见 他们有一种倾向的 跟我们一样 安靠 好的讲,坏的不讲 可比的事情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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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现几乎 绝大多数的欧洲学家 都接受他的观点 他的什么观点啊 他说现在欧洲的文明 不管是资本主义也好 重商主义也好,各种东西也好 其实都是建议在 欧洲人民信仰神的美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question 非常大的question 可是他就这么说 这是绝大多数的学者跟任命东西 我不认为这样 我觉得纯粹的 等一下我会再解释 欧洲的文明发展 纯粹的就是人 真生存 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要求生的欲望 可是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爽这个角度 不爽这个角度 这里面 牵涉到的问题可以当过 第一个我们来看 神圈的摔尾 要讲欧洲神圈摔尾 就必须看到 大家熟悉的一个评论 欧洲的文明 文艺复兴之前都是黑暗的时代 以前都认为整个中世纪 从 罗马帝国衰往一直到 文艺复兴将近一千年整个是黑暗 然后呢 过去的二三十年 慢慢的花了很多资料去查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经验了 黑暗 不是这样子啦 真正黑暗不到二三十年啦 人民就是这样子 很顺当的一路活过 我不认为 它真的是黑暗的一千 为什么 要知道这个 黑暗的时代 其实就是跟宗教有关 就跟基督教有关 但是基督教又跟什么有关 跟罗马帝国有关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细讲 但是呢 略为解释 罗马 它很早 它在七百五三年前 西岩七百五十年 本来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堡 慢慢的努力过方 然后呢 一直到了四十八年 凯尚哪里呢 就是一个西岩 那电地呢 整个帝国的基础 所以它平平的包罗伊克兰 你看这个整个地中海 东边一直到中央 然后呢 西边一直到一半的 现在我们的英文山脑的一半 下面呢 到非洲的北部 北京呢 一直快到了方末的地方 韩文的地方 所以 对 欧洲人来讲 罗马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类的成就 可是他们呢 如果从人口来看的话 罗马时代的人口 大概按照现在就退估 大概是五千万人 对不起啊 内境的时代的汉埃也是五千万人 你如果要看地域的话 看来 他们还要打 可是 所以欧洲人就 嗯 我们是 文明的 那么这个罗马帝国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接受了 希腊的文化 希腊 特别是亚非 所以它是一个多圣教的希腊 因此呢 各位就知道 基督教是被破坏的 因为基督教是从 从这个 从这个 犹太人这边传过来 耶稣 对 一直被破坏 但是 基督教毒 发挥了 神爱死人的精神 这就被破坏了 幸福事物 就是愿意殉道 殉道 殉道并没有使 基督教的宣传 消灭 而是不断的还在破断 这样子经过了两三百年 真正的是感动的人 这些人愿意再为 他们信仰的神而死 这个宗教 那是比三千万 那一定有什么意义在里面 所以 很快 当然也很慢 经过了几百年 一直到三一三年 君子产兵大兵 他就邀了 东罗马帝国 罗马的时候就分成 我们刚刚那个图可以看到 东罗马西罗马 我今天没办法细讲 罗马的历史 但是罗马建成的以后 后来就因为统治的问题 就分成东西罗马帝国 然后呢 西罗马帝国 就邀了东罗马帝国 就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 治愈的宗教 基督教从本来躲在 坤墓道坑里面 都在暗处活动 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宗教 然后接着基督坦丁呢 跟东罗马帝国 又把他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呢 他也召叛了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 通过了尼西亚信经 就是把过去基督教所有的 经典这些里面的东西 耶稣 耶稣 祂的使徒 耶稣 耶稣的引连 所有王宿克里面 成立了一个 大家可以共同 信仰的一个经典 就是这一个 通过了这个 让基督教 能够传播 但是这一个集结的纠点 却造成很多的政府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今天要讲的就是 在坤士坦丁大地下 基督教变成了政府和中国 合法政府 接着 接着是 君士坦丁他就迁都了 因为他把全国又统一了以后 他就迁到 他就迁到新的地方去 然后接着他就非常大力的去支持基督教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变成了基督 他又用皇帝的能力 去盖所有的 现在看到非常宏伟的教 都是那个时候 盖 一直到接着他的 皇帝在西元380年宣布的基督教是 罗马和国教 对不起 现在跟国教 各位就可以看到 中国或许也是这样 皇帝高兴的时候 国教就是国教 皇帝不高兴 通通念教 拉道教 拉道教 两个都不信的时候 就 好了 两个都有 这就是 这就是从中西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的 宗教的神 一直在屈从在人类的意思之下 政治可以让神 扑上 扑下 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他在380年变成了国家 那么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呢 如果各位对罗马帝国有点概念 你就会知道 罗马帝国其实 你只要光想一个就好 他有一个竞技场 对不对 人受斗的竞技场 你就知道呢 其实他接受了基督教 是380千 在那个之前 他整个国家 其实就是像一眼社会 是讲究命道 是武并的 然后呢 他统治人 是有阶行分别的 接近我的就是公民 不接近我的就是赤美公民 再来就是 自主属在旁边 那中国人也是一样 对 中国过去也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一些务属在帝国旁边 当你帝国利息大的时候 大家就乖乖进贡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 可是三不两时呢 天气不好 收成少 我就照了 就这样 搞了搞了 西罗马帝国 就这样被 他们认为的也不能 攻进罗马 西罗马帝国灭了 从那个时间点里面 就可以看到 380年 基督教才变成国教 其实他并没有 有传播到所有的 德马帝国经 所以 他是这个宗教 变成国 那皇帝如果 是一个基督徒 那当然就找教宗来 帮我摩托 他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 就是 那你是我宗教的一个 那你要不要我来啊 你如果要选教 我就给你撤离教 这个很像什么 很像那个 清朝对 清朝对西藏的 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信你的时候 或者是 我要安抚你的时候 我就 疼你吧 可是我如果是很信 你就来摸我的头 诶 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 质变 怎么产生质变呢 一开始 这些 日耳曼南高卢人 这些他们所谓的 野蛮人 进入到 罗马帝国来居住 本来是有自己的重要 可是慢慢的 因为他是一个国教 是一个国教了以后 在国家力量之下 你的 教会 就可以到处去设立 到处设立 你就可以开始传播 所以 这些所谓 日耳曼的这些 慢慢的 一块一块的 就接受了 基督教的信用 所以 当西洛马帝国 一灭掉了以后 那个 他们所谓的 野蛮人当中 其实是日耳曼的 有意思叫做 就开始慢慢的 强大 开始统一了 罗马帝国过去的地盘大部分 他是信什么 法兰克人呢 他们也是信基督教 所以 就因为这样子 基督教就 一开始被 罗马帝国的皇帝支撑 接着被 法兰克人支撑 所以 这个宗教就开始 是什么部下的 一直到教皇 就是 五九零到六零三 也就是所谓的 法兰克王国 或者叫做 查理曼王国 这样子 一个 系统下 隔离高丽一世 格里高丽一世 实现的做到 也就是这些 所有在境内的 这些 野蛮人 通通接受的基督教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们在台湾 我们说基督徒是多少 如果按照政府的统计数 一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所以多数的人 你看 该拜的时候 就拜根了 你到了欧美去 一样 你该进教堂 你就要进教堂 他是绝对所有的人 都是教徒 不管他信了 深信了钱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看你们宗教 跟我们看他们宗教 把我拍出台湾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人 在互相看宗教的时候 都会觉得 对方都不怎么样 甚至于呢 更激情一点 就是对方都在拜魔鬼 因此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基督教在欧洲的扩张 其实是在 在格里套里斯文时代 大概整个欧洲 就已经被 这个是最主要的寻教